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严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今天要说的话题是很多女人一辈子的事业 减肥 在庞大的减肥大群当中 往往有这样几类人 一类是嘴上嚷嚷着减肥 身体却还是让着持续膨胀 一类是永远在减肥 减了胖 胖了减 总反弹 还有一类呢 则是新闻上经常出现的 三个月瘦五十斤 六个月瘦一百斤之类的 励志哥 励志锦 同样是减肥是赢 为啥差别会这么大呢 我想今天的两组主角的故事 就能给你答案 结婚前 她一百八十斤 她一百七十斤 婚后一年 她的体重猛增到三百九十七斤 她的体重狂飙到三百九十六斤 如今 她们是媒体中间报道的八百斤胖夫妻 因为肥胖 她们不能生子 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成为她们人生中最大的奢望 八百斤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我很难想象 我很好奇 这对胖夫妻是怎么走到一起 作为一对八零后夫妻 想要生孩子的冤枉 会不会成为她们 全力减肥的原动力呢 平时我们很少出门 因为害怕看到别人异样的阳光 今天我们鼓起勇气 走上这个舞台 是希望每一个人 成为我们诺言的见证者 在减肥的路上 给予我们更多的力量 尤其本期主角 两位好 欢迎你们 几位嘉宾老师好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叫邓阳 我叫林月 那阳和林月应该是 到我们有请主角 现场来的嘉宾 最重量级的了 对 你们俩加起来有八百斤了吧 三百斤的时候 我有三百九十六斤 三百九十七 你们俩这个体重是现在的吗 还是之前称的 三个月之前的 三个月之前的 那现在又重了呢 还是又轻了呢 现在 还不敢撑呢 我俩还没有撑过呢 咱们现场撑一下就 你愿意吗 愿意撑一撑吗 试试吧 那我们就试一试 好 这样马丁你 你先试一下好吗 你多重 我 我一百四 对 你别隐瞒啊 你多重啊 我 我一米七六 一百四十斤 可以说是 云震 魔鬼的身材 魔鬼的身材 对 云震很重 对 可以写 云震很重 对 多少 88.45 176斤 177斤了 其实是基本靠谱 对 我们检测过了 是准的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打得起我 没事 你可见才 没关系 让我们两个就试一试 来 169公斤 三百四 啊 有三百多万吗 我觉得没有 有有有 有就有啊 好 这个是刚刚的一百七 就是三百四十斤了 三百四十 两百四十一 是 350左右 对对对 谢谢啊 谢谢两位 太太脚受伤了 我看站得有点吃力 让她坐下来我们讲 好不好 好呀 我们拿一份子 给她们坐一下 因为在之前 我出了一点交通事故 受伤了 腿就没有伤了骨头万幸 刚刚我们看到 一个340一个350 这个是 跟前面那个 395 96相比 还是减下来的体重了 对吗 对对 我个人觉得 我不知道其他女生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我们 常年累月 最关心的一个事 除了美就是减肥 对不对 就永远在说 我们要减肥减肥 但真的很难减 我们都是曾经瘦下来过 曾经都是瘦下来过的 多少斤 那个时候瘦的时候 一百七十斤 那少一半呢 减掉了多少 减掉了一百斤 看看照片 真的好瘦 对 这一张就是我 这也就跟石头差不多 对啊 就是减掉了一个我 对 减掉了一个你 对 那时候我是由 410斤开始减的 哎呀 然后就减到了 现在170 那个时候 170斤的时候 我觉得减下来之后 应该就是 人生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 刚减下来之后 那时候我心里边 真的说实在的 真的是特别的高兴 特别的高兴 你都去做什么了呢 大吃 不能大吃大喝了 大吃了没有 我记得 我刚减瘦下来的时候 头一件事 我就去逛商场 这看见我喜欢的衣服我就买 就穿什么都好看 哎 自己觉得就是好 终于能够买衣服了 我第一次去逛商场的时候 我就自己就买了十五六件衣服 可是我好奇的是 你们已经瘦下来了 你们又吃什么 怎么又回去了呢 对啊 你是不是手艺特别好啊 对别的人来说可能不好 但是对他来说 就凌岳吃什么都觉得好吃 只要你做 你最拿手成菜 除锅肉 你现在现场给我们做一个尝尝 可以 行吗 可以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提前买好的 一个做堆的肉 煮好了的 就是把它先煮好 就是把它先煮好 口水都快出来了 还没炒呢 就已经开始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弹了吧 这个 高空还挺好 不一定要都要切完吧 就像这个肉的肉 对 其实这回锅肉啊 用蒜苗最好了 用蒜苗的是最接近传统的 切丝就少了 这个够了 其实回锅肉割不了太多油 它只需要放一点油 润一下锅 然后更多的是把肉里的油给煸出来 蒸花椒 丢 丢 好 切碗 那个肉就是平平的把它爆的卷起来就可以了 加白糖 快点加了 加白糖 还有分线 这个就是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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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加错了 加成盐了 对对对对对对 够了很 够了很 是豆磅吧 对这个就是四川那种不坚定豆瓣 刚才做来看 好 来学习一下 对我这闻着味我都忍不住了 香啊 豆磅放了一点 辣吧 其实不是辣 它是香 闻着味了吗 香不香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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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酱油啊 老抽啊 就其实最普通的那种酱油就可以了 你先撑 出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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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水楼台现在的水 不得月我先尝一块 你又不是坏人 我先替你们尝一点 会不会危险了 你离锅哥点那口水都下去了 月儿再带着点 快点点 哈哈哈 可以吗 哎呀快 快一点 过来 哈哈哈哈 你瞧把这羊给累的一头大汗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俩属于多吃多吃辣烤烤烤 啊 哈哈 多吃有热烤烤烤 别给我来碗米饭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有点咸 原本可能手抖了点 降多 我觉得有点甜 你别吃了 都给我了 吃着没法 来来来来掌声感谢 谢谢谢谢 谢谢 不具实话 你们觉得现在的对方更好 还是当初瘦下来 瘦到一百多斤的时候更好 他在我眼里 什么时候都是最好看的 哈哈哈哈 情人演的呼吸师 对不对 我更喜欢他圆圆的样子 他瘦的时候看着有点客气 哈哈哈哈 哇 邓阳是吧 对对 你真的喜欢你老婆 胖的样子 只要他身体健康 不管他带出什么样子 在我心里面 还是都是最漂亮的 好 看到如此甜蜜的一幕 我好像听到了不少单身朋友的呐喊 我又相信爱情了 但是这份甜蜜的爱情 可为林月邓阳 徒增不少烦恼啊 八年前 林月和邓阳还只是每天一起减肥的胖友 一个从410斤减到了170斤 一个从300多斤瘦到了180斤 两个人在各自人生当中 最瘦最有自信的这段时间里 擦出了甜蜜的爱情火花 热恋三年之后啊 步入了幸福的婚姻殿堂 可是谁曾想 这180斤的林月 嫁给170斤的邓阳之后 不到三年 两个人竟然变成了 新闻里争相报道的 八百斤惧胖夫妻 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啊 瘦下来的邓阳 林月在婚后呢 是回到了四川老家 为了养家糊口 邓阳是找了一个师傅 学习厨艺 两口子原本是盘算着 等邓阳学成之后 开一家川菜馆 这没成想 这饭馆因为各种原因 离开城 但邓阳的厨艺 却长进不少啊 什么公保鸡丁 鱼香肉丝 红烧肉回锅肉 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呢 但凡是家里那林月爱吃的 邓阳是天天换着花样子的做 而且这两口子啊 一天最少要吃 三斤肉和三四斤水啊 两年之后 夫妻俩的体重 从一百七八十斤 迅速飙升到了三百多斤 但是林月邓阳 压根就没意识到这问题 因为他俩每天啊 看着对方就跟照镜子似的 谁也看不出来谁胖了 不过生活中有些事就尴尬了 比如说这夫妻俩刚买的薰房啊 装修好了之后 搬进去的第一天 就闹了个大笑话 这忙活了一整天的胖夫妻俩累会了 这进屋室看见心满大潮 在心里别提有多美啊 直接倒在上面 可是只听见咔嚓一声 床塌了 这夫妻俩啊只好狼狈的爬起来 一个是客房 一个是沙发 这最尴尬的事啊 还不是在家呢 而是出门在外 这两口子每天上下班啊 都是邓阳骑着家里那台 大大的摩托车啊 载着林月区单位 在这路上呢 总能看到有一些 这明明都已经超过 这小夫妻俩的那些机动车 或者是小摩托车 都会慢慢的退回来 掏出手机 对着这摩托车里的俩人 一顿拍照 那时候 林月邓阳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已经胖回到三百多斤了 但是他俩却没有再次减肥的念头 反倒是自动屏蔽外界所有的非议 直到有一天 每周都会给林月邓阳做大扫除的爸妈 突然没来 这林月赶忙打了个电话 才知道 爸妈是去照顾突然病倒的老爷了 那段时间 林月看着爸妈每天来回奔波 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他总是在想 如果哪天 爸妈生病了 他拖着这身将近四百斤的肉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还怎么去照顾爸妈呢 他甚至开始反思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只顾着自己的幸福快乐 从来没有考虑过爸妈 甚至没有考虑过 要不要满足爸妈的心愿 让他们抱上孙子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这对八百斤的胖夫妻 终于痛下决心 再次踏上了这条 对于他们来说 更为艰辛的减肥之路 他们告诉自己 一定要瘦下来 瘦下来 照顾年迈的父母 瘦下来 当一个好妈妈 这人呢 一旦有了信念 就有了前进的动力 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这股力量 让一年后的林月邓阳 发生了奇迹般的巨变 不信 咱们接着看 大家好 我是邓阳 我是林月 我们俩是八百斤夫妻 我们回来了 欢迎欢迎两位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我二百一 我二百一 才四百一 四百一 我们俩剪掉四百 这个你看 看到照片了吧 脸型没什么变化 只是小了好几个 小了一半 真的小了一半 剪掉了四百斤一年 天哪 剪掉了几个年 四个我 四个年 对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就你俩从那个地方走出来 都非常缓慢 都费劲 对 今天感觉轻盈的 就向我们走过来了 差点就飞奔过来了 是吧 来 给一年四百斤鼓掌吧 我再鼓掌了 鼓掌了 谢谢大家 你们是怎么能够达成这个奇迹的 我家里有事儿就没有办法再接着剪 只能够先暂缓 然后回家再慢慢控制 然后我老公还在接 虽然我们两个体重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要求 但是呢 我们两个呢 现在呢已经可以要宝宝了 指标 你拿到我拿的单子了是吧 哦 带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带她去化验的结果 哦 真的很好 林月你现在是回家乡了是吗 对我现在是回家了 哦在四川 对在四川 你提四川那个地儿啊 你是不是全是吃的 对全是吃的 你怎么忍呢 会把这种心思放在别的地方了吧 然后每天可能上班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 再加上我可能在做菜这方面没有她厉害 然后她现在没回来嘛 我一家也估计做不了了 我听说我们家的厨房 已经被我拆了 都搬出了 厨房都给拆了 已经把厨房里边就是必备的厨具 都基本上能送人就送人的 也就不用了 等她回家厨房 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使用功能了 爸爸妈妈也不让我们单独开火了 也是在严格的控制 对 觉得很科学我觉得 你看现在你们基本上就远那个厨房 远这个美食了 对吧 其实也不是就觉得人生还是很爱好美食 可是有度了 不会像以前就是 他说的特好 我觉得人生这个度特别重要 对 就是我们会喜欢很多东西 但你掌握好这个度 你才会感觉到它的珍贵珍稀 是不是 像我们去吃 吃也可以啊 比如说今天吃了 你就好几天 都要吃清淡一点 明白 再多吃 我觉得你俩给很多人极大的鼓励 让别人相信 其实坚持是一定有成果的 而且坚持的成果 比自己当初想象的还要美好 对不对 对 可能现在就觉得好像瘦了以后 就是有三点非常重要 是生活给我最大的启迪 一个是 对生活有希望 还有一个是 我敢想着有宝宝的问题 以前不敢想 而第三点是 喜欢逛淘宝啦 买衣服啦 就是这 第三点是 就是对整个生活的这种期许 就是已经超出了我 甚至于我的家族 对于我们俩的所有的美好梦想 哎呀 真的就是坚持有多大 你未来的舞台就有多大 这个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你们当初是为了要孩子 开始减肥 但是现在你发现 就是美好的期许 不仅仅是只有孩子 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对 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 终于下次带来这个时候 带来一个舞台的时候 是我们一家三口 哎 然后我们俩要收一斤二斤 要去马丁马丁要瘦 不到一年的时间 800斤的胖夫妻 就已经成功地甩掉了 400多斤的肉 我们不难发现 减肥奇迹背后的真正秘诀 正是凌月邓阳心中的那份信念 那份迫切想要瘦下来 照顾父母原生子梦的坚定信念 而他们的故事 或许也将转换为其他胖友们 努力减肥的动力 比如说下面这对 610斤的胖母女 大家好 我叫王莉莉 大家好 我叫李红红 三个月以前 我一直是我们时 最重量级的人物了 三个月以前 我娘家体重是610斤了 你一家都是这样的是吗 我自己要老 翻过来 翻过去 老压子的 由压子都藏不上来 现在藏边睡 对 反正怎么解药位率 怎么造型 在中国当中 健康的美人最重要的 三个月前 我们是610斤的胖母女 三个月后 我们成功成了165斤 为了生宝宝 我一定要为坚持下去 非也 我为坚持到底 有请入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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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王莉莉 大家好 我叫李红红 你们俩是 对 我怎么看觉得一个头发长 一个头发短 小姐妹 不是双胞胎姐妹吧 哈哈 我最近都这么说 小哥哥以前我肯定得怼过去了 真啥呢 你是说她长得年轻呢 还是说我长得显老呢 她是我妈 今年46岁 我今年23岁 哦 是不是别人也说过 对不对 是 小儿 你们俩看上去有点 像一对QQ 那也不行 我妈给我重 你们没看出来吗 没看出来 哈哈 说实话到这个分量上 我们真的很难区分 哈哈哈 你妈妈比你重吗 我220斤 我妈225斤 比我重5斤呢 哎呦 你还那么在意这5斤 重5斤 哎呀 说要马丁比石头哥重5斤吧 我们都看出来 对对对 到这个200斤朝上 我们就特别难区分了 你别说重5斤 我觉得重15斤 我们都看不出来是吧 对 她现在比我重5斤 三个月前 她比我整整重30斤呢 哦 是吗 好 三个月以前 我娘俩体重是610斤呢 啊 610斤啊 对啊 一人305 不对 对 刚才说的重3斤 那你就是320 你妈290 你妈是610 610 610 太对了 真是这样啊 哇 300多斤 我觉得都很难想象了 我从下了小学 我没有上过秤 那一次年初 我二大奖就给我开玩笑说 莉莉你肯定比你妈重 我说肯定不能 我比我妈重 二大奖说 要不然你就放那顺一下 然后我就跟她打了个堵 我就上秤了 刚上秤的时候 放了一个200的坨 没打起来 然后又放了一个50的坨 还没打起来 哎呀我听说 她秤是不是坏了 不是你们家是用的什么秤啊 一般秤也就300斤 对啊 一家是那种凉秤那种大棒 能打一千斤的那种 最后秤完了 是不是300 我是320 我妈是290 30斤 嗯 然后现在就已经瘦了 一人瘦了多少钱 告诉你们别算了 我们家的颜色了 160我低了 就是瘦出一个人来 对 就是我跟你们说吧 你们可能不相信 今天我爸我们的三个月前 穿的衣服带来了 哦 那我们要看看 您看看 哇这个衣服 天哪 这是他们身上穿的 你看 对对对 那这样 我们在现场啊 找这个观众来试试看 三个月前 这个服装 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好不好 行 可以 来 我们这边有起了 漂亮的姑娘 姑娘也就100来斤 来姑娘上去 哎呦 我以后再来 我以后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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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姑娘们一般到了十八九岁就有人上门说没了 虽然莉莉那个时候正在外面打工 但是每回妈妈关切地问她 门女啊 门女啊 谈没谈对象啊 她都特别乖地跟妈妈说 妈 放心吧 我和她们都是哥们儿 不和她们交男女朋友 遇到这不开窍的门女 妈妈也只能干着急啊 直到三年前 胖姑娘莉莉居然往家里领回了一位 一世老实的帅小伙 这回倒是让妈妈放心了啊 因为这位女婿不仅不嫌莉莉胖 反而觉得胖乎乎的还挺可爱 她也不嫌弃莉莉吃得多 说能吃是福 她甚至啊 还包揽了家中所有的家务 可以说算是绝世好男人了 但是女儿婚后没多久 妈妈又开始愁眉不展了 这女儿都嫁出去了 还愁啥呀 原来她们家胖姑娘莉莉啊 在幸福生活的滋润下 体型又比之前大了一号 这回遇到的事儿 可就不只是尴尬了 而是有些难堪 农村的邻居们啊 一见到莉莉妈就问 我说啊 你们家闺女怀孕了吧 紧着了 啥说声啊 这莉莉妈 每次都挺不好意思的说 啊 还没要呢 没要呢 不着急 不少好事的人啊 还在私下嚼舌根 她们家姑娘太胖了 要不了孩子的 这莉莉妈心里清楚 如果莉莉真的因为太胖 要不了孩子 在村里头啊 是抬不起头的 所以她为了让女儿瘦点 这每顿饭都特意做得特别素 这莉莉想吃什么 还偏偏不做什么 这莉莉也挺配合啊 回家一看着饭菜 直接就说了 哼 你不不给我做好吃的吗 那我回家自己做呗 我想吃啥我就买啥 这没人能管得住我 我估计一听这话 电视之前是不是有不少当父母的 都会觉得 哎呀 莉莉这孩子 心可够大的 但其实啊 莉莉不是不想生孩子 她也经常幻想着自己一家三口 牵手逛街的画面 她之所以不把减肥当回事 是因为她觉得 那你看 我妈的比我还胖呢 她都能生下我弟弟 那我肯定也能行啊 可是 真的是这样吗 无计可施的妈妈 最后只能拉着莉莉 上医院去检查 结果还真的和那些好事的 邻居们说的一样 因为太胖 生不了孩子 这个诊断结果 给了莉莉当头一棒 回家之后 莉莉整整 一个星期谁都没打理 无论是老公怎么哄她 劝她 老公说 没事莉莉 咱们顺其自然就好 但是她都听不进去 这次打击 却让她想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 我要减肥 莉莉向家人表明了决心 我一定要瘦下来 这样 才能给老公生一个宝宝 让爸妈抱上大孙子 为了支持女儿的减肥大计 妈妈也下定决心 陪女儿一块减肥 如今 这对胖母女带着这份信念 已经成功地减掉了 165斤了 但是距离变成140斤的目标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他们会一直坚持减下去吗 咱们接着往下看 莉莉你减肥期间你一顿饭 吃多少 也就是两个小包子 或者是半个包米 五个大包子变成了两个小包子 对 那你不难受吗 当开始的时候就有点饿 但是后来也不饿了 因为每年看见自己一直在吊胜 饿也是值得的了 我跟你说啊 因为我们这节目在北京录嘛 对吧 北京最好吃的是什么呀 烤鸭 哈哈哈哈 太诱惑了 咱们节目要吃啊 不想 咬一口吃 不饱油 不想 哈哈哈 烤鸭 这是北京的美食之一 嗯 北京有很多好吃的 嗯 还有炉煮也不错是吧 哎呀 不得了 特别香你知道吗 你们不要说了 我能忍得住 我是一个能忍得住的人 真的吗 那一次我老公给我弟去厂城看我给我妈妈 他们要走了就熟悉了一趟 他们都在吃 我自己啥也没吃 就喝了半瓶的 就冰了快点水嘛 然后我回来第二天一层 我还掉了一斤多 我说 那个时候我幸亏能忍住 要忍不住我就得掌声 我这层肉 我就想尽快地掉下去以后 早点回家要孩子 嗯 就不到一百次 绝对就不贪嘴 是吧 对 到了以后再吃烤鸭 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带着宝宝一块吃烤鸭 是不是 被他弄进去了 哈哈哈哈 爸爸爸爸 哎妈妈我得问一下 莉莉在减肥期间 有没有偷偷地吃过什么 绝对没有 我一直看着他呢 照顾监督吧 哈哈哈哈 您呢 我更没有啊 我做妈妈的 我给你做个榜样 哎 你平时最爱吃的是什么 零食最爱吃什么 哈哈哈哈 方便面 你还说我快 哈哈 你这更快 对还有辣椒 还有薯片啥的 这都是长胖的 哎呦 这都是油脂了 马上我们就上方便面 上薯片 你也能撑得住是吗 能 肯定不能吃 挺有毅力 因为我想 送下来赶紧邀个孩子 圆我一个做母亲的梦 人一旦有了信念 就一路向西向西向西 是吧 减肥减肥减肥 对 是不是你老公给你灌输 不是 但是你有了老公以后 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 他一个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老是能干 不爱说话 他挺 还算不错吧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他有多重 120 我知道你老公今儿来了 对 来了 就在观众其中 来你俩这火眼金睛的 看一看 对 先别站起来 让我们看一看 找一找 你说点指标吧 让我们猜一猜 刚刚说120级 120级 120级身高 1米7左右 120级 我来重复一下 身高1米7 体重120 性别难 来 我觉得是带性的那个 是不是你 不不不不 我觉得不坏事 但是挺小瘦嘛 你看120 你看哪个给我有呼吸象 有呼吸象的 我倒是觉得有点像他 那个 我觉得是那个 他那个黑鸡 黑鸡的 是你吗 对 是你吗 来来来来 我给你讲 他真的挺有呼吸象 笑起来有酒窝感觉 来 跟大家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丽丽的老公 叫张磊 今年28岁 张磊 欢迎你 欢迎你 真帅 丽丽那时候多重 也得有289 289 这都是P的 P的 好 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观众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我要出一个谜题 请就台上这三位 打一种食品 是什么 烤宝包 太棒了 你也包一点厚 我弄人包 大家觉得像汉堡吗 那现在张磊是120斤 当时结婚的时候 他体重最高峰 三个月前是300 320斤 你俩中间差 多少斤啊 三个月以前 我俩擦了200斤 现在擦100斤 减肥之前连汉堡都不吃 吃啥呢 包子 不是能整个包进去 手条张磊的是吧 张磊 你当时 这个跟莉莉接触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这个体重啊 什么是个障碍呢 没有 看得下 就是100来斤吧 100来斤 全人眼里除西施了 在你那个 看她的第一眼的时候啊 有一些男生叫做 一眼睛生死 对吧 看上一眼就看上一眼了 你当时一眼 看上她什么了 就看她胖乎乎的 挺可爱的 挺喜欢的 我也都是最美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你就是看着她的柔软了 对 欢迎是 她在我女儿今年 有安全感 是吗 我来保护她吗 可是莉莉 你看她 你会不会觉得 她有点太瘦弱了 跟你比 有点 你当时一怎么想 我当时就觉得 早点还刻意 你主要就是看颜值了 是吧 同一回领回家去 妈妈看见了 丈母娘看见这女婿了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就感觉 特别瘦小 干干巴巴的 我没理解说 你女婿挺好的呀 我说这次太小了 小 咱们带着你们娘俩 这颜色挺大呀 你一家都是这样的 不是的 我老婆和我儿子都瘦 我们娘俩爱吃肉 他爷俩吧 喝瘦 就是 坏肉 这日子过的 大家看一下 大哥不是我说 你真显得挺苍老的 对 你在这家 确实过得不容易呀 你把心疼累呀 就是你们这家人 五口人现在是 对吧 对呀 就是两个杨贵妃 加三个营养不良 张蕾我得问问 现在你跟媳妇 是分居两地了 她在减肥吗 对不对 对呀 我已经分居两个月了 我在床腿减肥后 她就在家帮着我爸种地 张蕾你想她吗 想她吗 想莉莉吗 想啊 每天都通视频嘛 我们每天都开视频了 打电话了 发信息了 那你跟她说的最美好的一句情话是什么呀 没有什么好听的 挺棒的 是吧 加油 她不会说那种甜蜜语 我能想像你们俩通视频说你老公心里最想说的那句话 肯定是说亲爱的 加油 等你瘦下来就回来跟我生猴子 哈哈哈哈 我没有看到人家不说话 但是那手在干嘛呢 一直牵着 一上来 哎呦这抓的这叫一个紧 两个多月没见了 今天见到莉莉 你这什么感觉呀 她瘦了一百斤呢 很可爱 很喜欢 很漂亮 同一模画我的 你俩出门 估计回头率特高吧 你俩 是 每次出门都好多人笑过她 她看她 她瞪眼看她 我反过她瞪眼看她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吗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个妈的最近女孩满意吗 感觉她挺好的呀 虽然不大爱说话 她特别挺勤快 老师 她去我家的时候吧 家务活 有啥活他都干 地里活也干 家里的活也干 我听说 现在还不是她体重最轻的时候 对啊 去年的时候 我们去在外边打工嘛 嗯 我特别胖子 就干不了 就只有她一个人干嘛 她为了多挣一点钱 那就早上五点多钟 去干活 干了晚上九点多钟才回来 那一年是从一百二十斤 瘦到了九十斤 九十斤啊 哎呦 这是累瘦的 真是太辛苦了 那在外面 其实张磊很辛苦 到家里是不是 莉莉 你得搭把手照顾照顾她了 不是 我有的时候也想着 要照顾她 但是到那时候 我就不想动了 我说给我拿杯水 给我拿个水果 他说第二缝第二缝 就过来了 有时候我也看不过去了 你别管她 别灌着她 让她自己拿自己动 她在家中这样 都是我伺候的 现在又是张磊伺候的啊 多幸福啊 你理解她吗 你觉得 理解 但是手弄不起来 哈哈哈哈 特别有 我一天气壮了 这老师 这些人有痛苦吗 觉得 不痛苦 其实挺关心的 有在这边 我瘦了九十多斤吧 他最爱吃的排骨 都让给我吃 都让我多吃点 他看着我心疼我吧 他就是 减肥之前 减肥之前 能够从他嘴里 省下排骨给你吃 多难呀 我最爱的排骨 都知道吃 如果对于一个 正常的瘦子来说 跟别人分享点好吃的 没啥 但对于一个 适肉如命的胖子来说 你知道吧 就是虎口拔牙 对 能从嘴里省点神给别人 那是真爱 哎呀 他们俩就一看吧 就是大家会看到 很多夫妻呀 说这俩人在旁边看起来 好像不般配 差别太大了 但是他们往往 两个人过得特别好 重要的原因就是互补 大家觉得 好像这老公受欺负 老公觉得 哎我挺舒服啊 特幸福 对啊 我就愿意被欺负 你们俩真的挺相爱的 为什么 回到刚开始的话题 胖子减肥 那简直是一辈子的事业 很少有人咬牙剁脚 能要剪这么多斤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因为我没想要有孩子嘛 这不光是我自己的愿望 也是我老公的愿望 我爸妈的愿望 全家人的愿望嘛 张磊我得问问 就除了这个 女方的这个家庭 你们自己的家 对 你爸妈是怎么看这媳妇的 我妈妈没给她太多压力 因为她自己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没有给她太多压力 顺其自然是吧 顺其自然 她已经自己压力很大了 刚刚莉莉也说了 你说的意思就是 能要上咱就要 要不上也不着急 但张磊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性 他可能心里或多或少 都还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的 对不对 我自己也喜欢小孩 看着别人有小孩 也喜欢有自己的小孩 现在他三个月 减了一百斤 但是他还要接着减 目标是一百四 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在这一段610斤胖母女 疯狂减肥的七个月之后 她们真正受到了曾经那个 看似养不可及的一百四十斤 其实人生很多时刻和减肥一样 我们都会轻易地制定 各种各样的目标 比方说我要一个月读完十本书 我今年一定要学会一项技能 但是很多很多时候再回过头来看 曾经定下的那些目标 真正实现的却寥寥无几 其实不是我们做不到 而是缺少了那个支撑 我们实现目标的信念 以及努力向前的动力 当我们的人生有了信念 有所追求 很多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 一样可以达到 感谢收看今天的 有请主角 你还记得那年当年护兵的夏宇盒吗 搞怪耍宝 唱歌表演 我就是那个摸拨 我就是 山东青岚 打命红盘的一种摸摸 我们是老年组合 开心两年主播 这年轻人玩的呀 你忘了全世界 永远激动我 这爱谁 那啥没 啥也没是谁 啥没啥不 啥没啥没 啥没 啥 啥没啥也没 啥没啥